那么,所以呢,多雨的地方,皮脂就会偏低,然后就不适合耕种,所以古时候农夫呢,割完稻子之后,把稻草烧掉,然后就说草木灰,草木灰里面含有碳酸钾,它是碱性的,所以第一个,把这个草木灰获到土里之后,可以中和它的酸性,使土质变得比较适合耕种。 第二个,碳酸钾有钾肥,生物应该有学过淡淋钾,叫做肥料,三要素,肥料三要素,所以呢,就是钾肥,所以还就记得草木灰什么成分,碳酸钾干嘛用,一,中和土壤的酸性,二,可以提供肥料,钾肥,好,钾肥,好了,但是因为稻草草有空气污啊,还有的烟啊,挡住啊,这是一个问题,所以现在基本上, 政府是不可以让你随便上烧的,可是还有的会偷偷烧啊,还有的会偷偷烧啊,应该是不要烧,因为有空气软的状况,OK。 胃育中有什么酸啊,生物还是建教学过吧,胃育中有什么酸啊,原酸啊, 那胃酸过多就会出一些问题,什么胃食道逆流也有一些问题,所以呢,我们就要想办法,中和它的酸性,我们课本上教你的叫做,加小苏打,碳酸氢钾,它是弱减性的,弱减性的,所以这个标示就标示了,它有所谓的碳酸氢钾, 然后呢,弱减性的,然后呢,就酸减中和,减少胃酸产生的问题,但是实际上,胃药不见得一定要放所谓的小苏打,它只要放什么就好了,减性的就可以了,弱减性的就可以了,弱减性的就可以了, 好,比如说这个是含钙的,是要什么,碳酸钙啊,它就用棒的碳酸钙,也是弱减就可以了,最近有个新闻说什么,在那个胃散里面加了工业用的硫酸酶钙,碳酸钙是不是,为什么,因为它也是什么,弱减性,也是弱减性的,所以加上去,加上去,所以呢,所以一定要这样,OK,这就是, 酸减中和,达到治疗胃酸,其实治胃酸过多很多方法,有人是啊,上面涂一层东西,盖一层薄膜,让胃酸不会侵蚀未必,有人是从圆头就阻断了胃酸的分泌,有不同治疗方法,那我们讲的是,酸减中和的方法,好,这是我们以前,我忘记我们教过了,我告诉过,那个厕所里面的那个东西,不要随便给我, 拉在一块,可能会有毒啊,比如说,具体有酸性跟碱性的,不可以混用,第一个是,加上去会有热,热可能会有把东西融化,会有东西到处乱流,然后腐蚀性的酸液会爆出乱分,另外什么更可能,它可能产生氯气,你那个表白水什么是含氯的,加上去酸液都产生氯气,一是有毒的,三大大战线, 所以,好,上次网上有这个消息啊,有人告诉某人啊,说你怎么样去感受你们家那些什么无的,没的脏东西,就要去做这个,就要做了,就要忘了自己跑,哦,自己忘了跑出来,差点死在里面,因为他就做完一大堆氯气,产生一大堆氯气,OK,好。 好,请问你,这里有口腔的pH值变化,高高低低,越高什么意思,越减,越低什么意思,越酸,所以表示,吃过早餐,pH下降,吃过点心,pH下降,吃过午餐,pH下降,表示你口腔有食物,它会变成什么性啊,表示口腔有食物,会变成什么性啊, 好,帅哥男,哦,哦,哦,请说,吃过食物,pH就下降,表示它变成酸性,那,所以要保持酸性就容易腐蚀,就会容易蛀牙,所以呢,我们就要刷牙漱口,就表示我们的牙膏应该是什么性比较好啊,牙膏有什么性啊,这问题会不会很重要啊, 这问题会不会很蠢啊,来,可爱的小女生有吗,十二号,十二,若减性,因为若减性可以让它酸减,综合。 跟各位介紹酸檢中和 請記得通識 請記住什麼時候叫做 酸檢恰好達到中和 氫離子末數等於 氫氧跟離子末數 然後就可以做一些計算 OK